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八幼三分之一 Bunch & Visto的老闆 陳慶紅 你好 陳慶紅 來接送我們的專訪 謝謝 是 慶紅當初什麼樣的起心動力 會想要讓你自己出來創業呢 第一個是剛好遇到疫情 那在飯店的工作量 原本就可能就減少很多 那介於是疫情的關係 想說那我們乾脆出來創業 那也是除了創業的部分 也是想要多一點時間陪陪家人 然後也是想要出來 看看自己的實力到底為何 也是想要證明自己 是的 那怎麼想要取名叫八幼三分之一 這個最一開始是幾個朋友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其實會反思說 自己跟自己的對話 或者是屬於自己的時間 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討論過後 還有跟其他朋友統計之後 就是扣掉睡覺工作的時間 其實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 大概有八幼三分之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八幼三分之一的由來 所以只剩八幼三分之一 是的 是 那你取這個當店是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時間 好好善待自己 然後跟自己對話這樣子 是 那慶宏 因為你說你那時候開剛好遇到疫情 是 那你在疫情的時候展店創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你說遇到疫情 剛好禁止內用前呢 剛好我們開業的第一天就剛好遇到台中停水 那其實是印象最深刻 而且是很艱辛的 那再來是剛好停水過後 感覺生意量有上來了 那好不容易感覺有起色了 又遇到了禁止內用 那生意又是直接從天堂直接掉到地獄的感覺 因為都只能不能內用了 就是只能外帶啊外送 或者是說線上透過線上訂購 栽培這樣子而已 那時候你們有沒有想用什麼的方式來因應這個情況 我們採取的措施就是說 先進那個真空包裝機 然後符合法規的食材 看他們怎麼製作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是說找尋公司或銀行一些公務機關 然後幫他們外送餐點 就請他們跟你們訂購幫他們外送 就是由線上線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勉強先撐過禁止內用那一段時間 是 所以那段時間就是安然度過 對很堅信的安然度過 謝謝 那這段時間有沒有發生到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是說在於說 客人他們就是我們有餐點有三大類型 那譬如說像有早午餐 或者是說像義大利麵歐陸料理 那客人他竟然會每個禮拜都來吃 而不是說一個兩個客人 可能是好幾十個都遇到這同樣的狀況 是他會把早午餐的所有品項都吃完 再換義大利麵的所有品項也是嘗試過 都吃過一個這樣子 對其實讓我們這是最印象深刻的 對 等於是對你們的支持 也是你們另外的一種成就感 也真的是謝謝客人的支持這樣子 那慶紅 那你們八六三分之一 當初他的基因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核心價值就是真的很簡單 就是我創造了一個 創造了一個簡單的空間 透過美食 然後讓客人可以跟自己對話 甚至是跟家人好好聚在一起 好好吃頓飯的這個核心價值就是這個 你就希望大家透過吃飯美食 然後可以好好的對話 真正的休息 是真正的休息 對沒錯 那慶紅你剛剛有講到說 你們八六三分之一有三大系列 那你們可以介紹一下你們 就是每一個系列每個餐點它的特色 像我們有主打像早午餐的部分 有來顆太陽蛋 那它其實是我們透過純鮮奶製作的吐司 然後沾取蛋液 然後在煎台上面 煎金黃色之後呢 起來灑上糖粉 其實上面淋一些蜂蜜這樣子 軟軟嫩嫩的 然後上面放一顆太陽蛋 那其實你把太陽蛋戳破 讓蛋液流出來之後 其實是配起來是很軟嫩很好吃 很受年輕人歡迎很受女生歡迎這樣子 年輕人這個很喜歡 很喜歡 那在早午餐的部分 我們也有一個叫做澳式水果優格 它就是上面鋪滿很多的水果 那顏色很繽紛 那其實最根本的優格 它是純天然發酵的 那其實對於說 想要吃養生的也好 或者是有在做健身瘦身的 其實他們很願意去享受這道美食 那它會搭配一顆就是 我們的手工的歐式麵包 那沾取著優格一起做食用 然後配上一點水果 酸酸甜甜的 其實很好入口 在這種清爽的 炎熱飲熱的夏天 然後配上那種 對 其實吃起來很清爽 那義大利麵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最熱賣的是 是我們的青草蛤蜊義大利麵 那我們的蛤蜊義大利麵 它的蛤蜊是我們自己的朋友養殖的 所以絕對吃的安心 那它是每天幫我們產地直送 送到台中這邊來 送到台中給你 對每天都是固定的量 所以有時候賣完很容易賣完 所以說有時候吃不到真是真不好意思 是 那另外一道熱賣的義大利麵 就是我們的明太子鮮蝦義大利麵 那它其實是奶油基底 那我們不是像外面的是用白醬 是用麵粉獲製而成的 我們是純鮮奶油 透過師傅的掌控火候 把它炒至濃稠狀 那其實那奶油配上麵條 那個滑順感真的是沒辦法比喻它 對 沒錯沒錯 那在歐魯料理的部分 其實最常人 最多人點的是 就是燉很久的紅酒牛肉 喔是 聽到這個品名就是 它真的燉很久 它從製作到燉 這個過程 大概要三到四個小時 喔是 那三到四個小時 它才能完成到你桌上 其實所以它才叫做 燉很久的紅酒牛肉 它其實可以搭配白飯 或者是說像是手工歐式麵包 喔是 一樣沾裙的醬子 吃起來很好吃 真的真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道是 酸V酸V的水果鮭魚 喔 那一道菜呢 真的是在意外之中產生的 喔怎麼說 將醃漬的鮭魚 醃漬然後煎兩面 金黃色之後 下去做煎台 然後跟著一些食材 或許加入鮮奶油 讓它慢慢的 慢慢的浸泡在那個奶油泡泡裡面 嗯 然後再加入上水果 嗯 連上一點檸檬汁 起來之後呢 其實是 酸酸甜甜的 而且那個奶油不會過膩 裡面剛好有酸酸的 讓去調和 那其實上面鋪滿了水果 其實吃起來的胃口是打開的 嗯 對目前 各個品項都有它的 受 喜愛的人 喜愛的人 那其實我們也是有提供飲品 那飲品的部分也是有像氣泡飲 咖啡 花草 茶 那這每一大類都是有 各個族群所愛 像氣泡飲類 它就是屬於比較像年輕人喜愛 或者說像剛好這個夏天到了 那它是最適合做飲品的 尤其是拍照很好看 像繽紛玫瑰 整杯看起來都是粉紅色的 其實年輕人跟女生其實是最愛的 那也有就是 上班族或商務客 他們最喜歡的咖啡 那我們是有八台四下去做製作 是 花草茶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上班族跟 中高年齡層最愛的 因為有時候上班可能太壓抑 腦鏈它需要舒緩 那它需要來一杯花草茶 那其實是可以舒緩整個情緒跟壓力的 那最後我們有販售甜點 也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有彩虹乳酪蛋糕 它吃起來是 它有七種顏色 每一層都不同的口味 其實可以細細品嘗 而且是純天然萃取 然後其實拍照好看 年輕人更愛 對 那還有一個是我自己最愛的 老奶奶的檸檬蛋糕 它使用的不是一般的蛋糕體 它使用的是棒蛋糕體 吃起來有更厚實的感覺 以及濕潤感 是 那我喜歡吃比較酸 所以吃起來真的蠻酸的 喔就是真的是 對 檸檬的酸味這樣 那在於另外最後一個 也是說客人建議我們 以及我們自己試做好多次之後 就欸 我們才推出的巧克力80克 喔是 那它其實吃起來是很濃郁的巧克力味道 對 其實客人真的也是吃完之後 其他那兩樣可能也不太會去點的 其實看著看著 蠻欣慰的 是 所以你們每一道餐點都有它的特色 也都有各自喜愛的人 是的 都有各自喜愛的人群 是 對 沒錯 那慶紅 那你們八六三十一未來的一個 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呢 短期之內呢 預計是在今年下半年 希望可以再開一間 比較大間的 因為現在的店面已經附和不了現在的客群了 說實在的 那 中 中期的規劃呢 會是希望在五年內 開分店 大概五至八家不等 對 沒錯沒錯 大概是這樣 那也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 培養模式 那更多的夥伴 現場的夥伴 可以有更多展露頭角的機會 給他們舞台就對了 沒錯沒錯 我都提供舞台 讓他們去展現這樣子 那 十年長期計畫會是屬於說 因為畢竟產品它是要穩定 減少現場出錯的機會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 我們自己會蓋中央工廠 或者是尋職 建立這樣子的體系 然後創造自己的物流 那 才能提供更好的產品 以及穩定給大家這樣子 是 那你剛剛說的那個中期五到八家 都會分在哪一些縣市 目前規劃是說 在台中可能就是三間 那其他人就是外縣市這樣子 往北或往南 還不確定 對還不確定 但是至少就是希望中期可以五到八家 是 那最後想請慶紅 如果說今天有 因為很多年輕人 其實對餐飲業都很有熱情 也想要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不要怕辛苦 然後勇往值錢的去做 做就對了 那第一點最主要是資金的把控 一定要預留預備金 不然就會像我是在剛好遇到疫情 其實撐過沒辦法內用 其實你就沒有現金沒有收入 其實是最痛苦的 而且是差一點可能就不夠用了 是 對這是最主要的 那第二點是 一定要穩定自己的品質 是 你賣的東西品質相對的是 客人願意消消費的 這才是最重要 你要站在客人的角度 而不是站在你只想賣東西的角度 對 是 那第三點就是 真的不要怕困難 那當老闆只會讓你越來越忙 對 不會讓你越來越輕鬆 是 謝謝 所以等於說第一個資金流要準備 當然創業本來就是資金要先做好預備 是 對 才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然後再來就是勇往之前就直接去做 對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Bio三分之一Brench & Bristol的老闆 陳慶宏來接受完戰法 謝謝慶宏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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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